大蒜不仅能解决肠道问题,而且能够驱除体类寄生虫 大蒜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好的草药 但是一般的大蒜直接扔去喂鱼可以吗?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需要使用的实际上是大蒜素 那么今天我就教大家如何获取大蒜素 第一步要把大蒜拍碎或者是碾成泥越细越好 然后将大蒜静置在空气流通的地方 十分钟后让大蒜充分氧化 你再去闻一闻那些大蒜会有一股一言难尽的味道 这也代表着大蒜素已经产生了 大蒜中含有一种叫做蒜氨酸的物质 这种物质被氧化之后会形成大蒜素 如果你觉得在家里弄这些太麻烦了 那大家直接可以用长烟宝 它是经过专业方式提取的高浓度大蒜素配合苦参制成的一款药饵 而且现成的大蒜素过滤的更加细粒与吸收更快 那么大蒜素应该如何使用呢? 一般情况下都是将蒜泥或者是大蒜素直接拌到饲料里 让饲料充分吸收之后再去投喂 它不仅可以治疗长烟 而且驱除体内寄生虫 冲血 霉菌 对榨林也有非常好的效果 如果你的鱼遇到了肠道问题 或者是体内寄生虫的问题 大家可以自己制作大蒜素哦 如果不想自己制作的 可以直接选购长烟宝 本集完 如果没有播放 然后会让你帮助